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破坏它的脑壁 我们可以打一些无水酒精 把那个脑壁给它破坏掉 它以后这个脑壮会逐渐缩小的 还有一种什么手术啊 就是开疮引流啊 这个都比较麻烦一点的 主要就是说要手术过后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预防感染啊 还有一个我们的浮腺的引流啊 就是一直要引流到它那个 没有什么剩液出来过后 我们才能拔掉这个引流管 所以就比较复杂的 平时我们是不需要用什么药的 因为这个也没什么症状 也没什么危害 但是我们手术的比如说 大约五个公分过后 都必须要处理它了 就是怕那个破了出去 就是这样 如果有郎中病发有感染 有感染 我们还需要手术的 郎中感染可能出现腹痛啊 全身发热啊 发烧啊等等 这种都必须要手术才能够解决它 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打到治疗的目的嘛 肝脏座啊 我们平时不需要什么用药 我们保健药品也不需要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肝脏座啊 它是一个 自己的肾脏的一个过程 不管有什么药物的话 你都不能控制它的 现在我们会用药物的话 他違吗 自己的肾码 我们两个孔子 也是两个孔子 洪水的区别 我们应该用药物的话 然后我们来用药物的话 我们是两个孔子 一对 两个孔子 一对 一对 这一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